自连处 然后这个南川佛教的内观 和藏川佛教的私家心 这个里面的大部分的内容 就是一个意思 都是一个意思 修行的方法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思维的方法有点不一样而已 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 都是渊融的 然后呢 这个比如说 佛陀的第二专法轮 讲的空心和第三专法轮讲的 第三专法轮讲的